西部世界还是今年比较不错的一个科幻剧 但是这个呢,我很怀疑就是西部世界能够拍支持到第三剧 以目前这个西部世界的卡斯来讲 它是一个超级大卡斯 有诺南,有那个老爷子 然后有一大堆的这个终身带的演员 这些来讲呢,就是说成本啊,它是降不下去的 最终那个结局呢,也是因为就是第二剧不打算再请这么拉风的演员 就直接让这个主人公给自杀了 让福特给自杀了 因为这个演员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老爷子的片酬是很贵的 这个阵容的大卡斯不可能维持的话呢 那么这个电视剧就最多维持两剧 最多三剧就这样子 然后呢,可能就被砍了 即使以这么大的卡斯来讲啊 收视力也不是特别理想 投入的钱都明显比那以前的业役啊什么之类的还多 取得的收视力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这个剧本里头啊 福特的死是非常突然的 因为它虽然明白了那个道理 但是它为什么要自杀呢?没有必要自杀呀 它假如知道这所有的后果了之后呢 它可以给机器人自由啊 但并不意味着给机器人自由就得自己去施弃生命啊 所以有时候呢 很明显的这个结局啊 就是边际为了省钱 知道吧 就直接把人物给干掉了 就这样子 福特的没有出卖钱人类 就是科学家有一种想法啊 就是人类啊 一旦进化到一定程度出现平静了之后呢 就是说我们人类发展 自我发展 它在进化之中 它是会被我们目前的知识所障碍的 然后呢这时候呢就得建立一个跟它竞争的群体 福特的想法 就是说另外一个开发出人工智能的那个人的想法呢 也不是为了出卖人类 而是他们觉得只有智能人出现了啊 才能让人类有一点点的危机感继续往前进化 因为他觉得人工智能人类的自我判断呢 其实走到了这个极致啊 就是说比如说在他们创造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呢 福特是很容易明白人类90%的人呢 脑中呢是接受了一些 就是他脑中所谓的自由意志啊 是后面的社会给的 知道吗 是一种立场的意识 而不是逻辑的意识 就是说自由意志 有两种 也一种自由意志呢 是少数人才有的警觉 就是在我没有选择之前呢 我是真正的在做这个自由的选择 就所有的险象罗列了出来之后呢 我通过我的逻辑和理性呢 我自由的选择了一个立场 知道吧 这个叫做真正的自由意志 但是多数人呢 表面上看起来在做自由选择 实际上呢 他的很多结论啊 立场啊 在没有做出选择之前啊 他已经被自己的习惯 知道吧 被自己的生活中的前置的知识啊 道德习惯就做出判断了 比如说他走到一个桥上 然后看到桥那边有一只狗啊 他好像看起来他选择不过去啊 是一个明智选择啊 实际上呢 他这个呢 是属于社会的前置性判断之时的 前置性判断并不是自由选择 也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 他只是整个生活所有的日常的生活 所有的规矩啊 规则已经告诉你了 必须得这样 然后呢 这个选择呢 看起来好像是你当时发生了这件事情 然后才做这件事 实际上呢 即使是这件事情在另外一个场合 同样发生了 他的选择还是一样的 这就叫做前置性的选择 就是说你没有做出选择之前 你已经做出了立场的判断啊 实际上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上司啊 然后呢 福特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啊 在最初 他是对人类比较失望的 因为人类啊 90%的判断 因为你可以看到 福特基本上对人类是比较消极的那种态度 他认为多数人类其实就是低智商 就是愚蠢的 知道吧 他是需要被改造的 但是他有很多人类 他突然拥有人类的这些智商啊 但是并不努力 知道吧 实际上等于是取消了 等于是失去了 人类百分之 在他的想法里面啊 百分之90%的 真正的人类呢 其实是上司了这个自由意志的人 知道吗 按照他对于自由意志的定义啊 然后呢 他反而认为他创造出来的这个机器人嘛 比如说后面的那些造法的那些机器人啊 是真正的抵达了所谓的人类的自由意志 所以有这样的智能人呢 才能够推动人类往自由意志 是更高的方向发展